哈喽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中国人购买比特币的最简单的方法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币圈有非常多的片子 特别是出金卖币的时候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体现出金 如果你是币圈的新手 一定一定要仔细的观看本期的视频 本期的视频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会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开始注册OEOKX交易所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呢 第一个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大陆客户 第二个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其他的手续费非常的高 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要求链接去注册呢 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这边可以手续费 终身减免20%非常非常的划算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花费100元的手续费 但是你用了我的邀请链接 你只需要付款80元就可以 手续费终身减免20%非常的划算 好了我们教给大家如何去注册 先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手机邮箱都是可以注册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地区 邀请码默认是填写的 大家可以用我的邀请码 如果用我的邀请邀请码的话 另外还会随机的赠送您一些盲盒 这个盲盒的话可以随机的开出一些虚拟货币 然后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好了接着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 手机端的设置 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非常简单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注册链接 然后在这边 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微信或者是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扫码的时候 提示被拦截被封被封控 那可能是被人给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别的操作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支付宝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扫一扫 用我们的手机支付宝里面的扫一扫 也是可以下载的 如果你不想用手机的扫一扫的话 你这边可以打开一下你的360浏览器 360浏览器的话 这边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 也是可以用的 好说完了安卓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苹果 苹果手机的话 由于苹果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什么是海外的ID呢 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点开 然后左右上角 这个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那这个ID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在谷歌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个的话几块钱一个非常的便宜 当我们买完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账号和密码 然后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苹果应用商店 由于我们现在可能登录的是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我们需要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 退出我们自己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购买的这个美区的ID 或者是海外的ID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在里面输入一下OKX 好 输入完OKX之后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类似于散子的一个东西 这边写的OE OKX 这边呢是下载 由于我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呢这边选择的是打开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个APP 我这边的话安卓是没有问题 已经可以正常下载 并且我这边已经登录上了是没有问题 然后苹果的话 我这边也是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的 说明我的这个方法下载安卓 下载苹果都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再继续下一个 给大家说一个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我们的交易所的APP 我这边提前登录过了 然后点击 这边 左上角 来到这里 选择这边 然后呢这边会有非常多的选项 我们点击安全设置 然后安全设置选择安全中心 像这边这些手机邮箱身份验证 然后这些钓鱼码之类的大家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即加货币改成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 这边就随意大家了 好了 这些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银行卡 点击还是这边 然后在这边选择买币 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 然后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这边点击立即添加 好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之后 这边会让我们银行卡微信支付宝 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只开启银行卡就可以了 然后支付宝微信不要开启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封控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银行卡 选择完银行卡之后 添加我们的收款账号就可以了 好了 当我们添加完收款账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下来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他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个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美元就是一USDT 一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 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了 如果我们想去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这个USDT 说白了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有美元 有欧元有人民币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我想买比特币买什么的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们本地的货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到首页 然后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买币和CRC交易 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CRC交易 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为什么呢 因为买币这个是系统自动的匹配 非常危险 但是这个CRC交易非常的安全 是我们自己去筛选这个商家 选择CRC交易 然后点击这边的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购买1万 好我输入1万 然后这边筛选 我用银行卡好 然后会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商家 大家能看得到 我们今天主要是做哪一个呢 我们今天主要的是看 他这边的这个成交量 越高越多越好 好他这边是39,000 还有一个8,200 像这种8,200 我们就要这个39,000的 然后呢我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39,000的 39,000的跑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币圈老场位 他这边有16,000 然后我们在 看哪里呢 看他成为商家的时间 一定要一年以上 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看他的成交率和成交量 这边是16,000单和99% 像他这种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委托单 也就是说一定要看这个时间和单量 越多越老越可以 然后选择这边有一个购买 我们选择购买 好我们点击去下来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购买一万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给相信大家也看见了 刚才需要我们去验证一下 好我们点击 看见没有 这边需要提供以下的证明 好 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一般的这种情况就是 卖家 怕我们的银行卡不干净 有一些不干净的钱来流入和他交易的话 会牵扯到他这边 然后我们需要给他发送一下 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给他看一下 流水明细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然后我这边是民生银行 点击我的 然后我的最近的明细 我们给他看一眼 像我这边 比如说我这边买烟买酒 买水果逛超市点外卖 然后我这张卡没有进账 都是我正常消费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张截图 发给这个商家 他看完之后 感觉我们没有问题 然后呢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 他的卡号 哪个银行给我们 然后 我们收到这个之后 给这张银行卡再转账就可以了 转完账之后 我们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还没转账了 给人家直接点击 这个我已完成转账 而且呢 转账的时候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什么投资理财 买比特币之类的 千万不要备注这种东西 你买一万 你给他转一万 你买五千 给他转五千就行了 转完之后 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然后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吧 你的这个币就会到账了 我这边为了给大家演示 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USDT 然后我们想去买币 好非常的简单 但是 我有一个事情 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 有100 但是呢 交易账户 现在是没有钱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 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点击最大 点击确定 好 我们的钱已经过去了 我们刷新一下 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钱在交易账户 交易账户有钱我们才能去买币的 点击这边的交易 好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很多的新手朋友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你可以任意的切换 切换成比特币 以太坊 格股币 任何的货币都可以 这个1650是当前这个ETH 以太坊的价格 如果我们想买比特币呢 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说一个网站了 它叫做飞小号 它是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 这个网站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假设我们想去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汉字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英文 BTC 以太坊呢输入ETH 那我想买狗狗币 输入DOGE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我现在想买狗狗币 那我就点击这个ETH 然后点击 然后在这边输入DOGE 选择BB 好这边有个DOGE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0.06了 这边变成狗狗币了 好 那我想买比特币呢 非常简单 输入BTC 然后再点击 好 BTC 我输成BTW好 BTC 选择BB 看见没有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那我想买以太坊 非常简单和刚才的这边有个ETH 好 我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大家一定要把它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好 我们点击买入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点击拉满 然后再点击这个买入ETH就可以了 假设现在我们已经买了一个ETH 然后价格呢是1650 现在我们想卖这个ETH呢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同样的选择市价委托 点击拉满 然后卖出就行了 卖的时候呢 假设我们买的时候是1650 过了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卖的时候是1750 哎我们是不是赚钱了呀 是不是赚了100个usct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出金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操作呢 非常简单 好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 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现在我们赚钱了 我们想出金想换成人民币 那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反向的转到这个资金账户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资金到交易 然后选择最大 好从交易账户到资金好选择最大选择确定 ok现在钱过去了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都是在资金账户里面 好我们回到首页选择这边 和刚才一样选择crc交易 但是呢这边一定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选择 筛选银行卡 在这边输入我们要输售的金额 假设是一万好 我们选择一万 筛选是银行卡 然后和刚才一样 一定要找到这种乘交量多的老商家 好这边有个一万四东方蜘蛛 我们看一下他 哎像他这么就没问题 为什么说他没有问题呢 因为他这边是一个老商家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是22年 已经快两年了 然后他这边的话 成交单数这边是一万四 成交率99 而且他近30天 这边非常多交易对手 像他这么就没有问题 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选择出售 选择最大 好这样的话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完最大之后再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商家那边会收到我们的订单 收到订单之后他会给我们的银行卡转过来732人民币 当我们收到了这732之后 我们再点击确定把这100个USDT给他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 1650买1750买赚钱了100个USDT 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感谢大家的观看 银行结算是只经过银行账户的资金转移所完成收付的行为 即银行接受客户托付代收代付 从付款单位放款账户划出款项 转入收款单位存款账户 以此完成客户之间债务债务的清算或资金的调拨 在此进程中 银行既是商品交流的媒介 也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清算资金的中介 与国际银行主要依托存贷差盈利的方式不同 法国银行盈利的半壁江山都根源于中间结算业 关于他们而言 假设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合理降低结算利息 直接关乎其基本 Visa是世界最大的信誉卡公司 毫无疑问 数字密码货币的兴起 肯定对其信誉卡支付业务带来冲击 但是Visa关于电子货币和区块链并不是一直顶出 而是采取了封锁的态度 2015年10月 Visa和刀扩三区分推出了一个概念证明效果 使用比特币区块链 来记载保管租车数据 该项目将刀扩三的数字交易管理 TTM平台和电子签名组置计划 与Visa的平安支付技术停止了却合 可以让消耗者在车内配置独立 安全和其他每天日常推销的项目 例如停车费和通行费 并且用户可直接使用Visa卡停止支付 核心的应用并没有使Visa满意 从年 Visa同宽被所作 推出了首张在美国可以使用的比特币借记卡 11月30日 在伦敦举行的安邦大会上 Visa欧洲创新实验室又展现了一款概念证明汇款应用 经过这款应用 人们可以在比特币区块链上汇款 2016年9月 Visa更是推出了与数字支付首页公司VTL Group合作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间结算支付系统 DenterBean 来评价区块链技术能否为银行间的国际转账降低利息 结算时间和信贷风险 近两年的一系列严酷举措可以看出 Visa莫为建议到区块链技术的价值 正在勤劳使区块链技术成为扩展其权益范围强有力的工具 区块链在银行结算方面的劣势 安全 便利 智能 银行外部发行数字密码货币除了在既有的业务上应用区块链技术停止核心之外 世界各大银行也分盘推出了自己的加密数字货币技术 以便降低自己的运营利息 区块链在银行数字密码货币方面的劣势降低点钱 二 证券投资市场应用证券交易应用案例 另于证券交易市场是区块链主要的应用能力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不止可以加快清算和结算的速度 还可以增加金融机构需求维护的账面数量 确保审计跟踪愈加准确 纳斯达克交易所 NASA是证券交易市场最早是螃蟹的 在2015年下半年 它推出了交易平台LIN 对交易平台是基于比特币交易界 用于一级市场公司的交易 如下头所示 LIN具有既贷企业IVO前的股权交易 可以跟踪企业股权的交易 股东和投资人音讯等 对私募市场的资产剖析十分具有价值 纳斯达克区块链战略负责人 弗雷德里克沃斯法德里 活确信基于区块链技术所提供的高效率 将可以大幅度提升 另作为公甲股权交易平台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技术能够真正让人们远离指章作业 而区块链技术将使它向前展开一大步 相比手工处置方式 将大幅增加失误的能够 区块链在证券交易方面的优势 加快结算速度 简化账目 便于跟踪审计 股权众筹应用案例 小已一直以来 资金就是创意想法 以及首页面前的一道鸿沟 也正是这个鸿沟 催生的世界上第一家众筹平台 TixArts TixArts的运作方式 是一种典型的平台商业形式 该平台的用户 一方是期望停止创作和发明的人 另一方面则是具有局部资金 并甘愿对新的创意提供资助的人 双方独自的吸进 则是吸进新的创意 变成梦境 并能完成继续推行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众筹平台 可以通过创立本人的数字密码货币 或数字资产来筹集资金 通过活发本人的数字股权 给早期支持者 是投资者获得支持 初创公司所获股份的凭证 区块链众筹平台 一般有三层结构组成 最底层为区块链的工作 由它建立起一个去中心化的散布水平价 中间层为业务逻辑与区块链分别 单独建立账户中心 股权注销 股权凭证 股权交易 股权管理等功用 最下层为各个众筹平台 面向客户提供的服务 在国际 小乙是首家应用区块链技术 来注销公司补权的公司 不然这是一个创新 但是要在底层逻辑和各种细节 抵达我国法律合规 并对接实体世界 并不是一件繁杂的事 在对我国以后法律环境 进行了深化研讨和剖析后 小乙有潜力成为 实在可行的区块链应用 小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 通过点对点网络进行注销发行 管理 交易各种权益份额的区块链协议 初期会以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作为切入点 为初创公司提供数字化股份股物计划 为股权众筹公司提供股权管理方案 未来会过渡到股权的可交易 及区块链IPO 逐渐模糊 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的界限 区块链在股权众筹方面的优势 跨越时空限制 优化众筹组织 合理补权 利益分配 三 安全业应用 保单出售应用案例 不必航空图测险 激进的航空图测险一直存在着安全造型 中介商台下等效果 正所谓羊毛出的羊身上 最终还是转嫁到消耗者身上 而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有效的手段 来处置这些效果 2016年7月29日 不必区块链同阳光安全合作 推出了区块链加航空不测险卡单 这是国际首个将主流金融资产放在区块链下凝制 少数航空不测险只需在飞机发生意外时才会出现 所以在大少数状况下 客户买到假保险不易被发掘 为了防止买到假保单 不必区块链依托其多方数据共享的特性 可以追溯卡单从源头到客户流转的全进程 各方不只可以查验到卡单的真稳 并且确保卡单的实在性 还可以便当后续流程 比如礼杯等等 为了防止被中间商压链价钱转嫁消耗者身上 航空意外嫌卡单建立在不必区块链上 没有两头伤 保险卡单价钱会很清楚地降下去 据资料显现 这种产品60元置办一份 可使用20人次 每次可获得高达200万元的航空意外保证 相当于每次获费3元即可获得200万元的保证 区块链在保险业方面的优势 真实透明 应许安全 可追溯 理赔流程清楚 低本钱 区块链技术如何为实体产业赋能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 既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展开的肯定要求 也是提高国有企业局部效益的主要引擎 国有企业通过商业创新 可以顺应时期开展 甚至引领行业取向 对内激活组织 对外带来增加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已被公议为可以驱动国有企业 以及引起企业创新开展的基础单位 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 无论是去中心化也好 房窜改和可追溯引发 都是为了处置业务问题 改动激进行业的运作方式而具有 区块链被列为新基建 也正强调了它不能的权益 区块链通过技术驱动与行业融合 可以为国有企业商业创新 提供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装备 以保证产业间的互联 协同 交易等环节可怀疑可溯源 根底平台建立 是国有企业建立区块链首要功课 国有企业区块链业务创新 面临庞大应战 企业需求对区块链底层技术 有深化的了解 此外配置布置技术复杂度高 二次开拓技术难度大 迭代速度耗时长 所需的基础资源和服务选行众多 并且整合难度大 布置平台和环境安全保证单薄 缺少企业及安全管控微风险防止才干 服务质量难以抵达企业业务要求 用户体验较差等 这都是面临的一些困难 很多互联网巨头闻风不动 也纷繁入手布局区块底层平台建立 很多时分 我们会由于区块链较强的技术手机 而削弱了它业务的手段 亦不无法很好地通过技术表达业务 这也是一些技术出身的区块链公司 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做区块链相对较弱的中央 这需求既具有区块链技术实力 又具有丰厚的企业服务才干 及实践阅历的区块链服务提供商来完成 基于企业级的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 分别行业手机 业务特性进行定制 服务组企业从业务角度了解区块链 在别离区块链平台之上的一系列企业 服务组企业快速搭建区块链应有长连联盟链 为国有企业创新开展带来更多能够企业安排区块链 经常面临成链本钱高傲 底层平台易购 数据无法交互等困境 私有链由于可编辑 不可篡改的特性 不是以企业使用 而私有链仅是以单个企业使用 无法形成企业之间的数据活动与协同 这种独立的使用 不太契合产业互联网的开展趋向 联盟链由多个私有链组成 可容许联盟里的多个企业单独参与管理 每个组织或机构管理一个或多个节点 其数据只容许系统内不同的机构 进行督写和发送 各机构组织组成利益相关的联盟 单独维护区块链的安康运动 联盟链的方式在国有企业或各地政府中 接受水平相对较高 由于在他们建立的很多政务管理平台 或经济某类行业平台业务平台时 经常面临聚合难 尽管难等问题 联盟链的呈现 可以保证每个参与的企业有独立的节点 每个节点都有数据的隐私性 这样凡是参与到联盟链的企业 都是对等的参与者 而不是像往常一样 作为平台的自动参与 联盟链的方式可以辅佐国有企业提升效率 提升企业 提升范围 降低成本 降低风景 同属一个业务生态的企业 单独建立联盟链 以解决垂直业务的场景封点 将是国有企业喜欢的方式 比如 在2019年 由国务院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事件企业中国国新别离中和团体 航庭科技 中国石化等 51家中英企业 以起票通商业票据凝制平台为纽带 单独建立央企间信誉合作平台 这就是联盟链的典型代表 其票通平台 建立了央企之间的信誉资源库 完成了各央企之间票据互认 使央企信誉有效流转 并且汇集央企的上下游企业 以建立央企商业信用生态圈 同时 该平台的建立 将强化央企信用资源优势 有效融通央企上下产业链条 提高央企资产配置和运营效率 对押控两金有着自动且深化的意义 其票通平台是基于 拥有优惑平台和微服务理念 并融入了拥有在区块链 微服务 达克容器等保守领域的探求成果 拥有自2017末尾复局区块链 其票通就是拥有在国企区块链建设的 一个落地成果 区块链平台主要提供 Bushbox can answer source 平台材杆 是在解决联盟链组网问题 独作企业快速建立和安排 基于HyperLager Fabric的区块链行锋 通过和企业现有CE系统平滑集成 为区块链网络提供牢靠的 接入安全认证 提供多业务信造和可编程链码交用资源 为企业业务运转提供定制化智能合约 区块链赋能 活有企业商业创新区块链平台 包括企业基础服务 区块链核心服务 区块链管理端 监控运维等核心网络管理材杆 优秀的客户端开拓知识体验 以及规范严酷的规范方案 可以支持领域和行业安全便利地 进行区块链的集成联盟链 六大应用场景下的商业创新 建设区块链有四点优势 1. 拥有专注企业服务31年 具有丰厚的企业资源和实践 目前已为543万家企业提供云服务 2. 作为中国最大的企业云服务和软件提供商 总企业业务国际 具有URP、产业链、供应链等 企业管控服务的材杆 通过各环节将企业业务链打通 助力企业向产业化开展 3. 技术层面 拥有URP区块链平台具有可视化 快速性 技术架构保守性 扩展性 安全性等特性 能够帮助企业建立高效、安全、智能 可扩展的企业及区块链架构体系 同时支持国密算法 满意国产化的要求 支撑国企业务的继续创新 4. 具有丰厚的场景 基于对业务理解与实践 目前拥有URP区块链解决方案的业务掩盖金融 武林网、公共服务领域、供应链 智能制造、公益慈善等多种应用场景 区块链赋能国有企业商业创新应用场景 1. 供应链供应链金融 保守供应链金融具有多多问题与应战 包括供应链的消息孤导 核心企业信用不能传递 缺少可信的贸易背景 履约风险无法有效控制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拿供应链里的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问题举例 其主要缘由是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缺少一个有效的怀疑基础 假设供应链一切节点上链后 通过区块链的私钥签名技术 保证了核心企业等的数据牢靠性 而合同、票据等商链 是对资产的数字化 便于凝制 实现了价值传递 如上图所示 在区块链解决了数据牢靠性和价值凝制后 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对中小企业的融资 不再是对这个企业进行单独评价 而是站在整个供应链的顶端 通过怀疑核心企业的付款志愿 对链条上的各种交易消息进行全方位剖析和评价 确保数据可信 不认流转 传递核心企业信用 为中小微企业融资背书 防范履约风险 提高操作层面效率 从而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应用场景二 公共服务应用司法存证应用区块链技术 将用户上传的电子 合同信息签署工夫 签署图体 签署形式等签署全过程生存的hash站要 进行加密存统 并同固制保全链封锁平台的 各个节点上进行存证保全 保证链上的存证数据复合分析 公开透明司法有效 且通过存证编号 查询考证充配应用区块链散布式 地下透明 不可窜改等特性 将电子数据原文计算摘要 存储至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 当双方发生争议 需求进行电子数据原文真实性考证时 通过计算电子数据原文的摘要值 与区块链存储的摘要值进行比赛 就可以确保电子数据原文的 读异性和真实性 区块链赋能国有企业商业创新 区块链赋能国有企业商业创新 应用场景三 公益慈善抗议物资分配 及溯源疫情的动发 来自全球各地的捐赠物资 方网会疫情严护地域 在这过程中 有些公益机构关于物资的分配方式 以及分配速度 惹起社会群众的质疑 关于群众质疑点 有专家以为这将是区块链 无所作为的场景 利用区块链系统 可以真正解决物资分配 及溯源的痛点 公益捐赠区块链服务 旨在为自己提供一个透明 公开 公正 不可篡改的公益捐赠流程 对于群众查询的 公益捐赠公使信息 在公益捐赠的物资管理中 供应链管理是物资管理的 一个主要命运 区块链很多特性 适用于这个场景 首先 区块链可以做交叉考证 提高了假造供应链信息的难度 同时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 在应急物资 风险品运输 食品药品运输的领域中 考证是十分主要的 其次 考证成本低是区块链的最大优势 这意味着链上的人和人 都可以去验证数据的真相 关于提供物资的厂商和机构来讲 提供了一个自证纯真的记忆 第三 区块链上的数据具有可信性 区块链形成了一个封锁体系 上面数据假如可信 大众可以自觉合作 自己在下面开拓系统 做各种救援义务 最后 区块链的反应速度比你快 可以交叉验证 验证成本低 这些优势就决意了 很多信息提交以后 不需求重复验散政策 区块链赋能 国有企业商业创新应用场景次 金融股权交易 近年来 中国股权投资行业 正处于新生发展期 每年投资范围曾经逾越 1.5万亿群众币 股权基金范围暴增 由于上市概率低 时间长 传统RPO 并购的参与方式 曾经完整无法满意股权持有者 关于活动性的需求 缺少活动性 参与困难逐渐成为股权持有者最大的痛点 区块链赋能 国有企业商业创新 目前招致这种状况的主要缘由 是信息的不透明 以及交易机制的缺少 假如借助区块链技术 下面一切的问题将会迎难而行 依托区块链技术 企业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 企业股权管理系统 完成股权信息在线登记 自助股权股武方案想象 员工期权在线签证授 股权鼓励方案管理等 帮助股权持有者安全 可信 便利地管理股权 此外 区块链技术能够为为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 提供一个转让交易平台 通过构建分布式应用 建立端到端的疑心体系 为投资人投资机构 提供高效可信的资产开支环境 让股权债券从登记到实施 数据信息继续记载在区块上 并构成独一的数字凭准 保证信息真实完整性 使得各方股权持有者均能便当快速实现 股权贷质交易 通过可信 第一门槛地转让交易平台 帮助投资人投资到优质资产 应用场景五 互联网 互联网被视为继互联网之后的 又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浪潮 当互联网在暂时发展眼睛过程中 遇到了装备安全 团体隐私等控制 互联网装备间的交易和智能合约之间 具有的各种纠结 大部分互联网交易和合约 都发生在网络的第二层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其提供 共识机制和安全性 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层 由于这些装备触及到金钱交易 大约是触及到交通工具的应用 因此可以利用区块链 来创立一个具有安全牢靠的底层协议 保证装备安全性 解决支付渠道和交易纠合的问题 应用场景6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通过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与共识机制 能够有效突破企业间数据不互信的必须 将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数据上链 帮助整个工业互联网实现核心企业生态内共享 工业企业间铺信共享 工业互联网平台间价值共享 实现上下游企业的互联互通 此外 区块链的系统是封锁的 并且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 查询区块链数据和开拓相关应用 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能够使企业随时随地调取或接入各类社会化大数据信息 有益于突破行业变迹 地域限制 降低技术能牌 为工业网络化消费促进中遇到的消费协同 工业安全 信息共享 资源融合 柔性监管等应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区块链赋能 国有企业商业创新区块链作为一项新技术 为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装备保证 国有企业通过区块链特地联盟链的赋能 带来了更多商业创新形式 为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优秀示范作用 区块链金融股权管理系统搭建解决方案 什么是区块链金融区块链金融 其实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区块链是一种基于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实质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疑心机制 通过在分布式节点供奖来团体维护一个可持续生长的数据库 实现信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也是是一种对分布式存储 非对称加密算 时间戳等线层技术进行无击整合 并引入算法博弈论的共识机制 而构成的一套新的技术体系 区块链要实现去中心化的手段 还有很多再简的难题 传统的供应链金融是一种中心化的形式 基本上都是金融机构 保理公司依托一家核心企业 来为供应链上的约80%的中小企业提供 但是由于供应链运转过程中 物流信息 交易信息 资金信息 信息流信息等聚集包管在各自企业外 信息不透明 金融机构无法片面理解企业信用 期待现象也就难以防止 首先依托技术大幅度的去中心化 会发生新的问题 技术上的去中心化 并不等于市场管理的去中心化 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能否充沛地尊重和维护消费者权益 仍需求监管部门 比以保证 金融企业曾经开断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自我强化 比如 商业银行利用区块链技术 能够更好地进行积分管理 押品管理 能够更好地解决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身份认证 与反洗钱问题 推进互联网金融升级 此外 利用区块链及配套技术 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提供智能投稿 现金管理服务 向交易银行方向迈进 未来会新云软件协同服务平台 平台入驻的产品经理具有研讨肉体 将在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下面深化研讨 场景下面将日益封口 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的步伐将提速 而随着应用范围 从金融向非金融领域减速扩展 区块链将逐渐成为 未来互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打造价值网络奠定重要基石 以上形式来自于百度文库截取部分 区块链金融系统解决方案 旺采用 还有不懂可去参考百度文库 区块链金融系统解决方案 区块链跟股权众筹 终究有什么联系 往常我们就来谈谈 区块链股权众筹 在国内的可实现性 我们都知道 就中国而言 公司分为两个大量 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 那是这么完结维 进进进进进进进 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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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í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